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总统肖万长领军 不过我们看到的却是会场门口抗议声浪不断 因为他们认为峰会没有经过陆委会的授权 与中国法人团体签署了违法的协议 那么他们也主张肖万长 江炳坤 以及李坚士等人都是现行犯 而必须应该要负起刑事责任 另外那个朝野的权斗大戏登场 编剧是马英九 导演是吴敦毅 男女助教分别是朱立伦跟蔡英文 临时演员是王金平跟宋楚瑜 系民站定为古墓骑兵 好 这出息要怎么样 我们稍后来聊一聊 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詹洪志 脸书上开炮了 他直指台湾的财经官员 是既外行又黑箱 影响了台湾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另外我们来谈谈朱立伦 他一方面宣誓会改革党产 但又说一些该归还的就会归还 这一类的2.0的语言 另外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立院党团 阻挡阳光法案却视而不见 魔戒拿得下来吗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说到2014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 就是您刚所说的灌溉云集 真的是没有错 一起来看一下包括了前副总统 这个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长肖万长 中国代表方面则是国务院的前副总理曾培炎 另外参加晚宴的台湾企业家 还包括了润态集团的总裁银演良 台坡集团的董事长林伯锋 台湾工业集团的董事长骆锦铭 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董事长詹火生 而两岸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与会人士还有谁呢 我们再一次进这个照片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 有海协会的前会长陈云林 以及台湾海基会的董事长林忠森 在峰会的当中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盟 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 还有中国的忠实化的副总裁戴厚梁也发表演讲 两岸的红顶政商合体大拜拜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对刚败选的国民党而言 到底是救命的叶克摩 还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邱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峰会 我想这个所谓峰会 大概是中国对台经贸整合的四大平台之一 它四大平台包括 有两岸两会的协商制度 或者透过两岸经贸文化的论坛 或者透过海峡论坛 那我必须要讲海峡企业家峰会 是其中所有四个平台里面最重要的 为什么它最重要 因为它带有官方的任务跟色彩 因为这个部分国台办很清楚的 它有一定程度的介入跟主导 我还记得在2013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商制均刚上台 就是现在国内的办主任 他上台不到两个月 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 其中一个问题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记者问他 在未来你上任之后 如何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跟合作 他回答很清楚 对这个问题 大陆正在积极想办法 最主要还是要推动两岸企业家峰会 为两岸企业特别大企业搭建形式交流 跟企业合作的平台 好去年这个他说过这个论述之后 去年年底就不是在这个 纸巾山开第一次的峰会 今年是2014回到台北 这个峰会 对啊 事实上还是有带有他官方的任务所存在的 包括他促进这个以商逼政 或者以金触动 或者以民导政 用民意去引导政策 所以虽然是说是民间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 由中国官方国台办所主导 比如说他曾培岩 曾经当过国阅的副总理 那台湾是由肖万长来领军嘛 那事实上肖万长只是挂一个名 事实上这个两岸企业各家高院会 事实上是由中国所发起主导的 为了要就是说过去两岸 这个产业的分工 很多都是注重这台湾的 他们的市场跟劳力嘛 那现在希望透过高阶的整合 或者技术的交流 高阶的整合技术交流 就需要大企业这个平台 所以这是整个中国对外 对台湾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我们发现他的这个非常细致 就是说他面对这个国民党 在挫败的时候 就马上召开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当然有一点点意思是说 我们看到他会议主办的细节 他邀请江炳坤 但是好像这个马英九完全没有 然后陆委会 王毅奇也没有参加 他只派一个林主家副主委 所以他刻意的去淡化马英九 或者是陆委会的角色 另外可能立一个其他的管道 比如说他从肖万长 或从江炳坤 所以江炳坤昨天一席话 他说马云还是你这个马主席好 所以好像这个中国那边 跟国民党这边都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结果马过去是中国所期待的 希望透过马的影响力来让两岸的经贸 能够更整合 让台湾能够整合到中国大陆生产体系当中 但事实上他对马的这个整体的大陆经贸争 是有点失望的 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大初办 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民众是对马英九 经贸真的是投下反对票 所以他透过这个所谓的台北峰会 来营造对马刻意边缘化 重新另外起另一个炉灶 然后给马英九一个警示说 你过去的一些做法 包括服帽 你推动武力 包括货帽 小总统的做法 所以我想这一次 还是由中国官方所主导 他是他整体对台战略经贸中的一款 透过这个峰会 第一把台湾的高阶的这个企业 整合到大陆的这个经营生产体系当中 透过两岸的这个高阶的企业文化的交流 或者企业的交流 来让台湾跟中国的产业的互动 交流能够更深化 所以这就是以商来逼政 另外一个就是以民导政 他说虽然是民间作为主导 但事实上背后还是有很多官方的影子 比如说他会后一定会有共同倡议 或者他有七个小组 这个七个小组 包含所有台湾最重要的目前最重要产业 这其实七个小组 最后会有一个工作协定 这工作协定要如何去落实 当然会逼着 可能逼着这个国民党 你要去买单 你要去一如一时逐步来落实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高峰会 我们透露一个危机说 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政府 基本上已经被中国整体的经贸战略所控制 台湾如果不寻求如何在国际化做更多的功夫 做更多的事情 一味的不管是从企业角度 从民间的角度 从政府角度都一切都一律偏中 我想这个部分是台湾民众所忧虑 其实海基海协会本来就是 与其说他是白手套 不如说他本来就是政府官方嘛 只是他用一个方式去这个邮报 琵琶办遮面 但是我比较怀疑的是说杰米亚 这个选举的时候不是 这个投票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人民不喜欢这些买办阶层 可是我们一看这个台湾的代表 不就是那个时候选前媒体点名的那些人吗 好 简单来说 他这次的企业高峰会 他比较偏向就是以前是 你是我们的台湾是财经官员 对啊 你是财经官员或是台办 那么他们是民间变成民间之后 彼此互相的交流 那么这个交流的要件 如果从台湾角度来思考的话 那当然是希望知道说 那大陆的发展是如何 然后我们的企业有没有机会 在那边取得一些商业利益 但是其实整个时间的轴 已经开始改变 早期也许台湾做企业高峰会的时候 是台湾厂商很想知道 中国大陆你的发展经营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得到生意 所以在这个从2000年到2012年的时候 这个台湾有相当多的企业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平均每一年都有3000亿左右台币 去了中国大陆 但是这两年发生的非常大的变化就是 很多台商已经开始 陆续离开了中国大陆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台中以南的工业区的这个状况 连张宾工业区现在重新讨论 要再重新把它重新规划 因为实在工业区已经不够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在彰化有一个 就是一个工业园区 是由彰化市现在来主办的 它的工业区在设计完没多久 马上所有的这个园区用地 全部就用完了 那在两年前的时候 台中设计一个所谓的智慧园区 也是瞬间这个土地秒杀 当然那时候有些是炒作土地了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台商 回到了这个台湾来 那么现在政局已经发生 这么大的批变之后 理论上我们对这个应该保守 可没有连台经的张忠模都去了 那为什么要去呢 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两大的要件 然后跟观众朋友说清楚讲明白 其实从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国面临到四大问题 贫富差距越来越激烈 房地产泡沫什么时候结束 还有劳工成本大幅的增加 还有国外的竞争也开始增强了 那么当然还有包括地方债务的 严峻性还有银行体系的整个问题 就一一的在习近平就任之后 在打贪撤斧之后开始冒出来 那么形成什么问题呢 形成在最近的状况下 已经不止一家以上的国际机构 对中国的地方债务的平等 用垃圾戟来做评断 那么使得中国被迫 就是在以本经济有7%的增长的时候 必须要做降息的动作 现在要做宽松货币 而且还透过各种金融管道 释出上千亿的人民币 希望宛住中国的情势 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对台 要这么的剧烈呢 已经不单纯是台湾去说 我中国有什么商机了 所以即便这一次你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台湾这一次的这个 民意告诉我们这件事 两岸买办我们不要了 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些像余震生等 都是中国重要的财经高级干部领导 他们这次整批的来到台湾 而且马云也来了 里面代表什么样层次呢 其实这要留意的 中国大陆在发展过程当中 他已经开始展现一件事情 什么展现是 他必须要想办法去纳入 周围的企业的资源 更加加助他面对到未来的困境 所以他不但是做区域整合 甚至跟美国地下生来说 我们来做中美投资协议 跟韩国不管怎么样 本来对农产品是很坚持的 就农产品放弃了 就签了一个中韩FTA 那么现在积极的跑去欧元区 说我们可以自由贸易 欧元区看看他 你看看他 然后他说你不要跟我自由贸易 没关系 我人民币赶快可以做 马上德国跟英国说人民币可以做 好 那我们就来谈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 现在遇到一个困境是 他必须要想办法降低 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外的投资的 这个门栏 降低税金使他高成本商品 能够到国外投资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看他所谈的内容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是台湾最厉害的 如果真的下次民党能够执政 真的拜托花多一点心事 在我们生机医疗 这个我想这个蔡英文 应该很有经验了 那么生机医疗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 可是我们现在工业区 已经不符合台湾的生机医疗的需求 所以包括由薛明志带头 把一些原本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跑去这个东莞社工厂 所以才有薛明志说要跟这个科匹 什么这个参会 就因为中国大陆要发展什么 新能源 新材料 医疗 吸引产业 低碳钱的环保新生物 其中跟生机产业有关的 就是有包括医疗跟这个新生物了 那么十三五计划里面 依旧列为主要的这个方向 结果发现那件事 中国的医院一直做不起来亏钱 所以他现在鼓励台湾 以前不准台湾了 现在台湾赶快到中国来 设医疗这个体系 所以那半导理不行 赶快张中某来帮忙一下 对 那连联发科的这个董事长 蔡明杰都不需要被迫 去上海参加他们投资的会议 那由中国的这个北京纸巾 这个学院直接就希望 你这个加入他们这个合作方案 那逼得我这个联发科的老总 还要必须去北京 跟他们这个就是高级官员做对谈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遇到的困境是说 他们旧的产业已经发展到这个 底线了 比如说像是鞋业 塑胶钢铁 那么中间产业电子产业 发现到这个包括国外的高通 对它抵制的时候 他想台湾可不可以给半导体一些机会 所以接下来这几年 中国要进行第十三五计划 他更需要大量台湾资源 所以我们很讶异 包括了这个张忠模都必须被迫 转的地方 而且发现了什么事情 如果对岸半导体有需要的话 我们一定会去帮忙 可是大家知道吗 就是因为张忠模的台积电 留在台湾 才保留了台湾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命脉 让国外愿意还有投资到台湾来 使得我们设备有增加 包括我们半导体面板 都还有机会在台湾发展 是因为台积电没有过去 所以整体而已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现在的状况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中国对台湾的所谓的高科技的需求 比以前更甚 他们叫做藤龙换鸟 他已经不需要我们以前那种低阶产业了 所以我们一些产业就回来了 所以严格来说 今天遇到这个层面来看 如果我会去只会加速 把台湾更多产业送到中国去 所以他不去还好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台湾创新产业 还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扶植 生技产业还是典放 没有全面性的 原本要在这个竹北 设了台湾最大的生技医学中心 就变生技工厂 对 2012工厂要改成生技医院 到现在还没有做 还在台大跟这个中央研究院内斗 那这个商机怎么办 第二件事情 全球现在穿来式的商品 全部移植到台湾 台湾的机器人跟工具机里面 具有创新 那这个部分台湾是要保护 因为大陆对我们的机械的这个需求 这个喜欢度很高 那重点来了 包括鸿海现在都要切入机器人 那他台湾有根据地 就像薛明志 在台湾不投资生技产业 却把台湾生技产业 跑去了这个东莞生产 我们台湾到现在连个对策都没有做 这才是最值得担心 我真的蛮建议民进党 这时候应该推出全面性台湾 创新产业的一个白皮书 我补充一下 陈德敏真实来他第一天他就说 他是此情的目的是要恶补 学习台湾的强项 所以刚好呼应这次的两岸企业家台北崩会 他分七个组 七个组包括宏观经济 包括资讯 包括能源实话 包括金融产业 也包括这个中小企业 包括生物科技跟这个长照 也包括文创 这七项都是台湾 这个领先大陆或者具有竞争优势的 也是未来台湾核心产业 透过这跟台湾几个最未来 最具有前瞻性 最未有潜力 而且目前跟中国比较起来 还占有优势的产业合作 就是吸纳 透过他们大企业力量 来吸纳台湾这些核心产业 取得台湾的技术 或者加强两岸在大企业的合作 大企业合作之后 它可以控制中小企业 所以就是用企业的力量 来把台湾的经济做完整的吸纳 我再补充最后一句话 中国大陆现在怎么做呢 它现在就这样子 它把台湾的企业 要不然就把它赶回台湾 要不然就往中西部的去做 然后给你一些好的条件 当你到中西部去做 你的条件又没有了 那它把沿海 这个精华地方留什么东西 包括昆山 苏州 东莞 深圳 它做什么动作 它开始换成就是我们说的 金融性息产业 半导体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说的半导体 这些所谓的晶片的生意 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 针对台湾的生计园区 开始说你们来你们来 台湾生计园区 因为你知道吗 台湾是全世界中间要 最大的生产国 现在我们在这个疫苗的产值上面 正在居于这个全球三大国家 之后也开始快速发展 所以中国大陆做不起来 看着台湾 那口水都流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 如果今天台湾针对这部分 还没有做有效的一个阻挡 那我对等抱歉 那有更多的企业家 带着台湾资源去中国大陆 好 我们稍后要谈一个问题 是谈谈国民党 虽然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不过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 所以国民党的家务事 也是国事 也是天下事 我们稍后再来谈 新的那个民党的家务事 谢谢你 谢谢吧 谢谢 不过 我们愿意 这是两个好朋友 我们下定点